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我以前曾经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复刊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欢迎笑下饭 我这篇文章被很多很多的刊物转载过 那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讲什么呢 就讲说我们家 我是1955年在钢市总益军蛙人村出生长大 是一个海军眷村 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时代 五六十年前军人的待遇非常微薄 所以大家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经验 很少吃到牛肉 我曾经讲过说卖牛肉的样子 我们的私房笑话 但是我们每天在吃饭的时候 大家都兴高采烈 吃到盘底朝天 为什么 因为仙富 仙富他是一个他虽然是一个医生 一般人会觉得他好像感觉上他因为权威嘛 所以他很少讲话 因为那叫医嘱 来看病的人是他是告诉他说你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东西叫医嘱 那个东西是不能够多讲多余的东西 所以大家对他就是尊敬而已 其实他私下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人 尤其在吃饭的时候 他常常在饭桌上讲笑话 所以我们讲说 为什么可以吃到那个饭菜都盘底朝天呢 因为很快乐嘛 吃饭时间非常快乐 我们家里吃饭的时候并不是时钟不语 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讲话 相反的我父亲常常讲笑话 盘笑风生 因此你在吃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亢奋的感觉 那实际上刚刚讲过 在清平年代有什么山珍海味可以吃 没有 但是为什么大家能够吃到盘底朝天那么满足呢 因为附加的价值就是欢笑下饭 那这个习惯一直影响到我 那我也是承受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每天在吃饭的时候 饭桌上我常常讲笑话 常常讲笑话 就是我在趁着他们在主角的时候 把那个食物咽下去之后 我才开始讲笑话 因为一讲笑话 他们可能喷饭就很难看 那我其中那个 我儿子跟我女儿非常捧场 每次都哈哈大笑 笑得非常非常实声 让那个孩子的娘觉得很不解 很纳闷 因为他们的家庭就是拘谨的家庭 父母跟那个子女之间很少讲话 那吃饭的时候都是权威性的 讲几句话 所以孩子们在吃饭的时候 都在饭桌上非常拘谨 而我相反 我常常讲笑话 让他们喷饭 笑得大声地笑 尤其我女儿更加夸张 那时候她很小 小学嘛 她常常都是在那个 我讲的笑话之后 她要趴在地下 双手垂地在那边笑 因为那个她喜欢像卡通片那样子的 那种表现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个我儿子在读初中的时候 他到他们那个 他们同学请到他们家去玩 然后中午在那边一起吃饭 因为那个她的同学的父母都是教授 教授级的 大学教授 那而且是因为中年以后才结婚的 所以那个算是 算是这个中年以后得子 跟我这个 我31岁才有第一个 才结婚 32岁才有第一个小孩 而那个人他们是40几岁 将近50岁才结婚 所以那个孩子跟他们的年龄 差了两代 差不多 那因此她说我儿子说到他们家去吃饭 因为那个孩子是一个知忧生 那个她的同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 样样都考 都是全班第一的 学校都可以排到前面 因此我儿子到他们家去玩 玩的时候 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 那在他们家吃饭 她说他们家吃饭的态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她觉得吃饭吃的胃都会痛 为什么 因为父母在那边只问她的学业怎么样 考试成绩怎么样 什么笑话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 就两个人就是因为隔了隔了 就像隔了一代一样 祖孙两代的年龄的人 没有什么可以谈的 而且她父母都是教授 要在大学教书 而孩子才读初中 国中 那我儿子跟她儿子是同年的 可是她说在他们家吃饭非常痛苦 他们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说我们家是特例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 像你妈家也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自豪就是欢笑下饭 吃什么不重要 而是怎样而是在这个这个氛围里面非常快乐 因为我儿子跟我女儿我们常常在去吃下午茶 有的时候吃完之后或者是在那个吃那个吃租餐 吃完之后一直都没有离席 而是要到晚上 一直聊到晚上 又又继续吃晚餐了 这是那孩子的娘非常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长大了嘛 因为她读了大学之后 就读了研究所之后 她知识水准很多的那个 很多地方是我不懂的嘛 我不知道 我就不此下问啊 有什么此不此的 平常聊天就是这样嘛 就是在聊天中间就可以增进很多的知识 那我曾经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讲说 说在这个耶稣就在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有个故事 新约圣经里面讲耶稣 新约就是耶稣的这个时代 一出场她就展现很多的神迹 这本叫做圣经的故事 是一个有图的图文并茂的 她把那些故事把它图像化 非常好的一本书 其中有好几个神迹 中间有一个神迹就叫做五饼二鱼 直接讲五饼二鱼的话 基督徒都很清楚 或者懂得圣经故事的人 大概都听过这个故事 就叫做五个饼两个鱼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他有神迹嘛 可以为人治病 而且讲道 那他们他跟他的门徒 十二门徒一直周游列国 到处讲道 他讲道的时候 就要帮人家治病嘛 耶稣就是一个有神能的人 有特异功能的人 他可以帮人家治病 不用药就用手 然后有一天他到一个岛上 加利利岛上 结果那边有上千人 但是常常会用五千作为一个代表 只是跟中国古典一样 那个数字都是只是参考 reference only 参考而已 所以当时到了黄昏的时候 结果耶稣的门徒就跟他讲说 你太累了 应该休息了 让他们回去吧 耶稣看这些人都不愿意散去 就跟他们讲说 好吧 那就你就拿那个饼跟鱼来拿过来 我来分给他们吃 结果耶稣的门徒就说 总共只有五张饼 五张饼跟这个 这两只鱼 这边画了一个很具象的 五张饼两只鱼 就这样一点点东西 这是那个犹太人 就是那个西伯来人 他们的那个烙饼技术是这样 他们的烙饼的技术是这样 是把那个饼 大约的这样 给他搓成这个脖 搓成比较薄之后 然后用这样摊的 用这样手这样摊 这是那个 这个游牧民族大部分都是这样 他们不是用擀 用摊的饼 就像我们现在做披萨 做披萨也是这样的 用摊的饼 它不是很均匀 就是因为不是很均匀 厚薄不一 才有它的另外一种质感 如果你用擀的话 你要擀多薄都可以擀多薄 然后你要擀哪边厚哪边薄 你都可以用擀面杖的技术 擀面的技术 就可以擀出不同的东西来 那结果耶稣就说把这个饼拿来 他就把这个饼撕成小块的 你一块他一块 你一块他一块 但只有两只鱼 他就把鱼也撕开来 一点一点 有上千个人 他用五个饼 两只鱼就喂饱了上千个人 这不是表演魔术吗 而且最后这些人通通吃饱之后 还剩下了十二筐饼 还有一大堆鱼 这不是大卫魔术吗 就是你越吃东西越多 越吃东西越多 这就是圣经上面 圣经上面那个里面很多神迹 你如果硬是要较真的话 就没完没了了 所以我就讲说 那个欢笑下饭那篇文章的尾端 我就讲说 我说耶稣当年 圣经上说耶稣当年 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我想这可能是因为 耶稣是一个舌菜莲花的人 就像我先父一样 在饭桌上讲的笑话 讲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兴奋 所以根本就不太注意 我们的食物里面 到底有多少美味 那因为注意力转移了 所以我说先父也是一个 无饼二鱼的奇迹制造者 因此我承绩他的传统 所以我在家里也是有欢笑下饭 一直到现在 我的孩子儿女都30多岁了 他们都常常讲说 我们家跟别人家太大不同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 有人会讲说没大没小 但是我个人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我们要尊重孩子 孩子出生就是一个个体 而且他会一代比一代强 他会比你强很正常 你不要去压抑他 也不要去怎么样 你反而应该从他那边学到 活到老学到老 从孩子那里 从下一代那边学到新东西 这才是你真正的人生真谛 也就是欢笑下饭 是我的秘方 公开给各位 跟各位分享 谢谢